中央设计者罗愿朝台北15日电,绘本不是童书,阅读年龄不设限,法欧绘本职人林信秋强调,绘本书里文字隐形了,图像叙事是一种书写方式,表现意涵经常涉及符号学和哲学,并不只设定给小孩子。 林信秋今天在松山文创园区草率纪艺术书刊市集,展示欧洲创作者各式不同开本绘本,绘画比重居多的书及画风各异,他强调,人类是视觉动物,没必要剥夺他们看视觉的清想,草率纪艺术书刊市集,绘集艺术书刊,艺术类书店,小刊物质及插画和文创创作者,超过100个书摊参展,主办单位指出。 专精欧洲艺术刊物的日本出版社,12 Books展出经典收藏,英国独立出版联盟SPBH也来展出新书,有14年书店工作经验。 专精欧信会本的林信秋表示,台湾视觉和美学教育很弱,一般家长认为视觉教育对智力发展没有帮助,只强调文字,甚至有人认为没必要买没多少文字的书,身为两个孩子的妈。 他表示,他的孩子从小看绘本,有次学校老师出的功课是画铁门,很多同学画不出来,他的孩子可画上100个。 因为平常路上经过看到的孩子都印记在脑海里。 林敬秋说,很多人对绘本人停留在童书的概念,协助孩子处理情绪、手足、情义、有抑或生活困难等着重教育意义。 其实惠本就是图像叙事,创作者以图像为语言书故事。 图像背后经常涉及符号学和哲学,并不只设想给小孩子。 他举现场展示的无名先生,Monsieur Person,战役为例。 在灰扑扑每个人都很像的大社区里,无人文文的老先生一个人吃饭,一个人洗碗,而他一个人晚上都在做什么呢? 没有文字的画面出现鸽子,还有猫。 翻页答案揭晓,他晚上一个人在修补坏掉的星星,结局充满失意。 林敬秋说,阅读绘本,如能对艺术时有较多认识,会读出不同层次的意义。 反复翻看能看出不同意味,有人问说小孩看得懂吗? 林敬秋说,小孩看得懂。 碧卡索吗?碧卡索画作来台湾,爸妈是不是还是会带去看? 培养眼力就是需要日常生活里有随手可得的材料,绘本本身充满设计趣味。 比如图像可以上下颠倒阅读,分别以双语呈现前后翻读都能成立的故事。 层叠书页展读过程呈现不同图像聚位,整本书内页以拉页呈现,甚至两面都有图画等等。 收集绘本多年的林敬秋说,许多绘本同时是艺术品和设计品。 希望可启发年轻人和从事设计的人去找创作的各种可能性。 一百零六万一千零十四。